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月三更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師在外人看來受人尊敬 心水又高 但其實他們也有很多苦 沒有辦法說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趁機會來大哭苦水啦 今晚的三位藝人 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其實我們一直想說 做這個節目也做一年多了 我們平常問醫師 到底有沒有改善醫病關係 所以醫師說多多少少是有的 那我們覺得放心 如果說沒有 我們馬上停掉這個程度 不行 不行啦 改善是最好的 因為你看 常常在報章雜誌或新聞媒體看到 醫病關係也是很緊張 有時候在急診室打起來了 甚至還有人動手動刀的這樣 要去打醫師護士 對 威脅 常常因為時間等得不耐煩的 抱怨連連 但醫師看診也是滿腹牢騷 有時候看一個 就花十幾分鐘 外面排一百多個 你看花多少時間 來我們看看 到底醫病之間 還有哪些問題需要改善 病患吃藥回診看心情 沒好就來找醫師 有些病人真的很奇怪 像那個乳癌的病人 各位都知道癌症的病人 只要開完刀化療完 你最怕的就是復發嘛 所以大部分病人 我們都會規律叫他回診嘛 有一些癌症的病人比較特殊 他可能有一些標靶藥物可以吃 那個標靶藥物 像以乳癌為例的話 那個標靶藥物 一般是要吃五年的 而且一定要吃兩個 而且一定要按時吃 因為有個統計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每天這樣吃 你癌症復發率會減少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 藥是一定要叫你吃的嘛 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這樣子 他就四十幾歲的 乳癌開完刀 他還很怕自己復發 因為他每次一回一整 他都問很多問題 他還叫我們排很多檢查 有時候就是排到歐爾了 就是 事實上他不用 有些檢查是不用一直做的 他每次來就會要求你做 因為他很怕自己會復發 因為他有在吃這個藥 所以我每次都會開這個藥給他 結果有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這個藥還剩幾天 我要再補給你 因為他又要去排檢查 他就說 醫生你這次不用開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家裡還有藥 我說你都沒有按時吃喔 他說沒有啊 你們這個藥很複雜 一天吃兩顆 可是有時候我下午比較忙 我就 早上那一顆我通常都有吃 可是有時候下午就忘記 我就說 那你又很擔心自己會復發 那我跟你講說 你要吃這個藥你為什麼又不按時吃呢 然後就有點害怕 他說那如果我 可不可以改成早上吃兩顆 這樣子的話我就 比較不會忘記 我就不會忘記 下午就不會忘記吃 我說那個藥吃下去 它是有一個濃度的限制嘛 對不對 我是希望你整天都維持在那種濃度 所以我叫你一天吃兩顆 早上一顆 下午一顆 那你一直吃兩顆 就要直接衝過一個高峰期 可是到下午那個藥還是掉下去 濃度還是掉下去 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那 如果是 他說那不能這樣 他說那有時候我下午真的忘記吃 我就跟他講 你乾脆一天把一個禮拜吃掉 我就真的這樣講 我就說那你要不要一天吃60顆 一直打一個月 對啊 之前還有一個病也是一樣 那個假抗 假瘋性的功能抗精 大家都知道假瘋性的功能抗精 你吃藥一定要很規律的吃 不然的話假瘋性的功能抗精 你只要一兩次沒吃後 你要再調回來 又要吃很久 那病人就是這樣子 他就來 假瘋性的功能抗精 他這一陣子 他就問我說 醫生你真的很麻煩 那個藥一定要吃 只要我一餐沒吃到 你整個可能就亂掉 他說怎麼辦 我就說你就是要按時吃他怎麼辦 我說他說他工作真的很忙 他真的沒有辦法照我遵照 照我講這樣子吃 我說那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開刀 他說可是我真的很怕開刀 開刀會有危險 我說對 沒有錯開刀會有危險 那你就按時吃 可是我工作真的很忙 我說那你到底想怎樣 鬼打小病人會講一些 會不會請醫師 然後就按時打電話給他 請他吃 不知道這個病人到底在想什麼 對啊 還有一些病人也是他 其實病人還會自己決定 那些家屬在自己幫他決定 像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開膽 因為他病人50幾歲 他本身有痛風很嚴重 可是其實你只要開刀 或做一些 或是病人生病 那個痛風很容易 特別容易發作 我們很多病人開刀 他本來平常的痛風沒發作 他只要受到一個大刺激 就像開刀是一個大刺激 他可能在住院當中 痛風很常就會發起來 那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開完刀隔天 膝蓋就開始腫 那我們就開一些 其實痛風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我們也是開一些止痛藥給他吃 結果隔兩天病人越來越腫 病人那個家屬就翻臉 就說你們醫院真的是很差勁 我說怎麼了 開到地方病人就好好的 他說 病人那個痛風 你們兩天前跟你們講 你們也開 我知道你們有開藥 但是你們都沒有 比較好一點的東西嗎 這種東西以前 我們在外面診所的時候 都控制得好好的 怎麼來到你們醫院 你們醫院連控制痛風的能力 都沒有 我一看 我想說也真的很誇張 我也覺得蠻離譜的 明明這個藥 我就看了一下那個藥 明明都很對症 為什麼他都沒有效 我就想說有點受不了 好 沒關係 我說好 也許他體質比較特殊吧 我就乾脆用打的好了 用針劑打的 可以打的比較強效 就一打頭 就馬上怎麼消下來 然後消下來之後 我就改成口服的給他吃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 他有個家屬 不是罵我的那個家屬 是另外一個家屬 後來我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吃的藥沒有效 是因為他另外一個家屬有沒有 他覺得病人的腎臟不大好 你給他吃 因為我們都有在講 他可能有在看醫師好了 他知道自己的東西會傷腎 他就故意把那藥都拿掉 根本沒有吃 對啊 所以我才說 有時候那個病人 這樣的病人的病情 只要沒有符合他們的意 他們都會不問青銅照板 都會先怪我們沒有處置好 我們也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來到今天都出事了 就是他已經有狀況 然後就來罵前面的醫生 然後我們都還要幫忙去圓這樣 像我之前就遇到一個病患 他頭痛 單側無力 已經很明顯是有 腦血管的病變了 那一檢查是個腦出血 是高血壓性的腦出血 我們血壓太高 我會有一些耗發出血的位置 那我當下就跟那個病人解釋病情 那你這個 就是血壓沒有好好控制 所以才會腦出血在那個位置 結果 他們一聽到 血壓沒好好控制 這個就忽然的 太太就暴衝了 她有暴衝 我想說 對 結果沒想到 他就說 你看吧 我就跟你說 你們整那個心腸科醫師開的血壓藥 就有問題 你的血壓才會控制這麼不良 後來我側面去了解 發現 這病人 他其實有點焦慮 所以他一天要量非常多次的血壓 那你知道我們人在正常活動的時候 其實血壓就會高高低低 他就會覺得血壓都不穩定 所以他就覺得那個醫師的藥 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他自己就調整 我靠生活做行飲食還有意志力 我要讓血壓變好這樣 所以他只有在量到血壓高的時候 他才是醫師開的手法藥 那個不能斷 對 所以剛剛江醫師有說 我們吃藥其實是 你要固定吃是 我們要維持血液一定的 藥效的一個濃度戰 那他現在就是想到才吃 你藥效濃度根本就不能維持 所以他其實整天血壓 就在那邊高高低低 所以就腦出血了 所以是不是一定 吃了高血壓的藥都不能停 不是不是 高血壓有時候是一陣子的 有時候不是 有時候人家會說 我吃了高血壓 吃了我吃了一輩子吃 不是 其實有時候是你這段是你身體的變化而已 有時候因為高血壓吃了一陣子 它是會停掉的 但是你不能說 我們像你吃藥的時候 我們都叫你定期量血壓 但是你不要說量到 我今天血壓很正常 我今天不要吃 就是很瘋狂 通常是要吃一陣子 通常是要吃一陣子 如果提示就要跟醫師來會合 對 那是要醫生幫你決定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最近是反而好像低血壓了 他覺得說其實你好像 因為有時候高血壓是暫時性的 他幾個月之後他自己就好了 可是你這樣量也不會準 因為他走到醫院來 就那一次量那麼少 沒有沒有 所以叫你定期量 你要自己定期量 所以要寫紀錄 對 你自己要紀錄 我們都會看他那個紀錄表 而且你也是要固定是 有時候他來也不會跟醫師老師講 然後來的時候我們 因為看他的紀錄還有他 到醫院量的血壓都不好 醫師就會一直調整腰 其實對啊 我們看周遭朋友常常覺得 自己有運動所以身體好 讓他自己有停掉 他們都自己在調整 對啊 其實要停是可以 但是我現在 醫師說你們有紀錄的話 然後跟醫師來會合作 醫師建議給你就是最好的建議 對 因為剛剛講的那種 比較感覺上是嚴重 就是要一直持續再吃 可是像感冒這件事情 我一個朋友他就是 帶他兒子去看感冒 可是他每次去看 他只是要確定說 他兒子是不是感冒 是感冒 然後拿了藥回家 他就不給他吃藥 因為他覺得感冒就是多喝水 多休息就這樣 那如果說三天後還是沒有好 他就再再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跟他講 確定還是感冒 對 確定問醫生說 他為什麼還是沒好 醫生說 他可能就是還是在發炎 紅龍在發炎 所以還沒好 醫師的認定說他開了藥沒效嗎 沒有 因為他沒有跟醫生說他沒吃藥 對 可是醫師會認知說 對 開了藥可能沒效 可能這次再去看的時候 醫生會開不了 再加強的 可是他回到家 還是不給他吃 就沒有差嗎 對 他沒有差 因為他就覺得是感冒 只要多喝水 多休息就這樣 他只是想去給醫生診斷說 到底是不是感冒 你這樣其實非常危險 你知道嗎 因為你那個開始你感冒的時候 我不是你 他兒子 比如說你一開始只有 你是流鼻涕 你就覺得說 你是感冒不用吃藥 回去喝開水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 你倒回去的時候 推進去搞不好 所以這些症狀治療是很重要的 你不用吃到抗酸素沒有錯 但是症狀治療是很重要的 那你要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常常感冒的時候 那個 因為他鼻子就有一點鼻痘癌 對 所以他那個打噴嚏其實 就是很嚴重 他只要一感冒鼻子都不舒服 你不舒服他就去看醫生 可是他會永遠只吃一包藥 我也會這樣子 我也就是 沒有 你們這樣是不對的好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我不舒服 所以你現在燒瞎嗎 這燒瞎的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不舒服 我去看了醫生 然後醫生開了藥之後 我吃了 我就覺得 我那天就開始冒汗 然後冒完汗之後 就整個精神也好 什麼都好 那我還要再繼續吃嗎 我覺得我已經 沒有 你要看清楚醫生 開給你藥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今天開給你藥的目的 只是要解除你的症狀 你沒有這些症狀 當然可以不要啊 比如說他裡面有流鼻水的藥 你今天整天都沒有流了 那你可以不要吃啊 對啊 可是有一些藥是治療性 他比如說你真的有感染 裡面是抗生署 你不能隨便拿掉 因為抗生署吃是要有一個療程的 對 你要看你吃的藥的目的是什麼 重點是你沒有吃完 你下次犯了 他其實這樣會有抗藥性 對 下次這個藥救不了你 對啊 那像這種發燒的話 在急診的話 小朋友最常來 然後就是39度 40度 他就不想去門診 他家屬很心急就會來 可是我們常常就遇到那種家屬 來了之後 我說那他就說 他前面已經去看過門診所了 我就說那你要給我看 原封不動 那我說他在家裡發燒的時候 怎麼辦 他就說 我就聽說那個網路上說 發燒不要給小朋友吃退燒藥啊 所以我就不給他吃 那我就說那你怎麼辦 他說那我就給他洗澡啊 貼貼片啊什麼的這樣 所以小朋友當然是一直煩惹夫 發燒藥 那我說那醫生為什麼要開給你發燒藥 我說因為就是要給你退燒啊 在小朋友在發燒的時候 其實還會有全身痠痛 發燒藥他退燒藥他其實還是止痛藥 所以他還可以緩解這種痠痛 會讓小朋友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在醫療業裡面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患者如果看到 遇到的是那種比較直升 比較年長的醫生 通常比較不敢就是 這樣子回來自問 造次 但是像我們就是比較年輕人 是還蠻同意到這樣的情形 然後特別像我們嘉醫科 其實很常看高血壓的患者 然後這些高血壓的患者 他們就很愛就是不吃藥 就是自己亂調藥啦 就讓他們覺得 對然後我之前遇到一個case 他是50歲的就是 汽車維修廠的老闆 那他也是健檢之後發現 他有高血壓 然後糖尿病 所以叫他們診要開藥嘛 那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開藥給他 然後就發現說 他回診不是很規則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藥還是要按時吃耶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 因為他聽說就是吃高血壓的藥 就是男生會有那方面的障礙 不急 對就是很多人care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說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很多中 就是像你這樣50幾歲的男性 會care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都是開不會的 因為高血壓的藥有很多種 所以我們一定是開不會的給你這樣子 不會舉的 不會很多啊 就是不會有這個不左右 不會舉的 那一種誰還用 為什麼要用那個 沒有我跟你講高血壓就是這樣子 有些人很奇怪 因為他大概是分4型 有的人就是很奇怪 他一定要J型才有效 對 有的人很奇怪 他是看人的 對 所以也是要看老兵注定 對 注定不擠啊 對 所以4種藥都要試看看就對了 對 一般我們不會先給你這一種 可是是沒辦法 其他的你都好像控制不好 沒效 還是會有第一線第二次常用的 對 那有人4個樣都沒效嗎 就加 就混啊 對啊 哇好慘 生病還要看運氣耶 對 看體質啊 所以不要跟醫生 不要跟醫生的與我詐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用了這個效果 到底對你效果好不好 所以我們必須會去搭配或是調整 對 然後其實我給他那個藥 他用了 我有問他說就是你是不是有 你真的有產生這樣的副作用嗎 你理論上應該是不會 然後他是說沒有 可是他就是聽到人家講 他就很擔心這樣 就自己又猜了對不對 對自己會猜 然後他就會很擔心 然後他就自己就會 有時候他就會不吃藥 所以他就是不是很規則愛吃藥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他每次回診的時候啊 就是那時間都不一定 然後每次都感覺就剩了很多藥沒有吃 然後他每次那個談話 血色素糖尿病的指數 驗出來都是9啊10 我就跟他講說其實你這樣子 你糖尿病控制不好 才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會就是 有那個性功能方面的障礙 然後他就沒有聽進去 反正他要就是有一大沒一大吃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啊 就是因為他糖尿病子控制得很差 過了幾年之後 他有一次又真的會有的門診 然後就說他覺得他最近真的開始 就是有性功能方面的障礙 然後就問我說 是不是我那個血壓的藥 我就說 你也沒有很認真在吃啊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可是他就覺得是那個血壓的藥 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我建議你這個可能要做個檢查 我覺得是糖尿病太久造成的併發症 然後他就說 糖尿病太久會這樣 你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我有跟你講 可是你比較care那個藥的副作用 糖尿病就是屬於腎臟功能的 糖尿病 應該是說糖尿病久了 他會影響到一些血管跟神經的功能 所以會影響到男性的性功能 然後他就開始在診間就是很生氣 就說你要負責啊 然後我就說 我為什麼負責 他就說為什麼你要負責 就像這樣子怎麼辦 你又沒有告訴我 後來我把他講去泌尿科 然後看我泌尿科 他就是一個比較資深的醫生 講的他就會聽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就是你還是 他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真的是糖尿病引起的 那你要回去加一科 就是好好的把你的這些東西控制一下 他回來才就是 乖乖吃藥 那我有一個個案是 70歲的伯伯 他是銀行高階主管退休 其實他只是腳中風而已 行走都還滿OK的 只是怕危險 所以請了一個看護在旁邊照顧 但是他就很想要把握 這個六個月的黃金期 一定要好起來 所以只要來門診復健的時候 他就會問旁邊的人 你有沒有聽說哪邊有偏方 有什麼藥草可以吃 那旁邊的人就是 是知道我們都會監聽 所以他們就是 監聽 對隱晦的都不講 然後到外面再開始地址條 這一種的 所以這個伯伯呢 他後來就越來越少來 他就跑遍大江南北 全台走透透去找偏方 譬如說給什麼蟲丁的 或是要吃什麼藥草 或是倒吊過來等等 就是他們都各自有說法 就是說只要這樣子做了多久以後就會好 那他定期會回來給我們看說有沒有進步 那我們就覺得好像稍微有一點 他說你看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不是這樣子吧 然後他都沒有遵照我們要給他的復健計畫 因為他全程都走走走 身體當然好 身體當然好 身體都復健康 環台了 那他就是一直這樣 後來就漸漸不來了 然後我們在得到他的消息之後 已經是進家護病房 然後他再次中風 而且死腎 因為他吃了太多不明來路的藥草 結果還傷了肝 最恐怖的是他有一隻眼睛失明 結果因為他是高階主管 退休就還蠻有錢的 然後家 就是兒女都送出國外 就兒女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紛紛回國來質問我們說 為什麼知道他爸爸 這樣去尋求偏方不阻止 那我們說其實我們有柔性的勸導說 伯伯還是要真 就是依循我們這個正規的這個處理 但是伯伯就是沒有要聽勸 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把官這麼不嚴謹 好好一個人送過來在裡面這邊就醫 沒有辦法把他治好 真的很不專業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待你們的病人 一定要給我們一個交代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還是 對還是很好的跟他解釋 這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控制 那可能就是要對醫務的人要公平一點點 每次你們在外面尋找偏方的時候 要是病人真的好了 你們都說那個偏方好棒 早就跟你講這個介紹的果然很棒 你要不要去宣傳它 對啊 每次我們醫生把你們醫好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 不會覺得我們是神醫 不是本來就應該要好的嗎 對 不是本來就應該要好的嗎 他說病人如果真的 你又吃偏方 又 也許你很乖 你也接受我們的治療 你也吃偏方 可是最後你很差 你也是怪我們 你不會怪那個偏方沒效 你也是怪我們治療沒有功能 好的就讚美 對啊 好的都是讚美別人 壞的通通都怪我們治療失敗 不聽醫生講話這已經是小事了 我覺得最不可學的是 打醫生喔 你要當自己的醫生 自己當醫生 自己當醫生 因為像我當年就是當了自己的醫生 然後我就有一個非常慘痛的經驗 因為有一天我突然發現 我的大腿屁股那個接縫的地方 就是長了一個痘痘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痘痘 比平常的還要有一點不舒服 就特別的癢 然後我就覺得它就是一個痘痘 痘痘就把它擠掉就好了 然後我就自己把它擠掉了 我就也沒有想太多 結果到隔一天我就發現 那個痘痘變更腫 變了一個大痘痘 我想說是不是我沒有擠乾淨 怎麼會變大痘痘了呢 我就想說那它還是一個痘痘 所以我就幫它貼了痘痘貼 然後我就這樣一天一天反覆的 覺得它就是一個變大 然後發炎的痘痘 我就一直不去看醫生 我才拖了一個禮拜 那一顆小小的痘痘 然後大家知道痘痘長什麼樣子 就是那個範圍會泛紅嗎 然後痘痘不是會有個頭嗎 對 我那個大痘痘的頭 已經有一個指節這麼大了 就是它就長在我的那個大腿 屁股積楓 它應該非常痛 非常痛 我痛到我每天就是趴著 然後我連內褲都不能穿 然後連你知道衛生紙 輕輕這樣飛過去畫過 我都會哭 那個醫生急診室 不是急診室 那個門診的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就叫我趴在那個手術 就是那個門診台上面 他就說你齁 這個在一天兩天不看 就會變成蜂窩性組織 然後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你這個就是什麼 人家說什麼 冰納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我也很慌 又很痛這樣 他就說我現在立馬要把它挖掉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我現在就要拿那個手術刀 把它引流 就是切開這樣 我說那要打麻醉吧 他說不好意思就是因為你那個範圍太大 你打麻醉也不會有效 所以就必須要硬生生的拿那個刀插進去 醫生還嚇唬我 然後結果他講的同事 他就把那個化胎 我不誇張 有蜂蜜嗎 蜂蜜流出來嗎 他那個濃跟血就弄滿我整個身上的裙子 什麼全部都是那個血 然後弄完我以為就是引流就沒事了 他就拿你知道那個門診 看醫生的那個棉花棒不是特大嗎 不是我們一般挖耳工 是那種很粗的那種棉花棒 他同時拿了四隻 然後擦到我的那個洞裡 一直去挖 一直去挖裡面那個濃的血 就變棉花糖 然後我們想說這樣就沒 因為我已經痛到你知道我已經喊到 我覺得外面一般外客人應該都走光了 就不知道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想說這個應該都弄好了 沒事他紗布也貼起來 大概前天後後20分鐘左右吧 然後他就做就是他就開始幫我說 你要記得我要回診我們要換藥什麼 那個時候我還有僥倖的心態 我想說換藥不過就是把外面那個紗布 就是換掉換新的紗布 就這樣而已嘛 我就說是這樣嗎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不好意思 你剛剛傷口裡面塞了一條這麼長的紗布 他說換藥呢 就是要把那個紗布抽出來再換新的進去 他說你這個傷口的大小 我預計你要換藥一個月 所以請你必須每個月 就是每天按時來換藥 不然那個紗布在裡面 會造成更大的感染還是什麼 我就馬上卸下我那個絞性的心態 我就乖乖一個月回去回診 回到後面他把紗布就是抽出來說 他應該可以開始慢慢自己那個復原 他就縫了兩針 因為傷口太大了嘛 他就說那你記得到時候 就消炎之後要回來那個拆先 結果最後先是我自己拆 啊 啊 沒有什麼意思 他會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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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對醫生的收入這麼低 要負一點責任 沒有 我就可以猜一下 可是害到的是誰 也是害到我啊 因為那個傷口就不漂亮嘛 然後就是那個疤就是還在 其實從頭都是你搞的啊 一開始你擠 一定是你擠的時候 手就沒有很乾淨嘛 對 就是細菌感染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沒有好好處理傷口的案例 那大家都知道說 就是冬天很容易燙傷嘛 那燙傷的時候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要找偏方啊 要抹什麼蜂蜜啊 要抹牙膏啊 有些人呢 他甚至會去尋找一些 譬如說中藥的偏方 或者是他聽說哪邊有燙傷診所 他就會想要先到那個診所去就醫 可是那個診所到底是不是一個 正常的診所 尋正規醫療管道的診所 這就不一定 那他們販賣的都是自己做的藥膏 然後看起來是那種螢光粉紅 或者是螢光橘的顏色 看起來很奇怪 然後他有時候甚至他也不讓你買回家 他就是要一定要在當場 你就是要付好幾千塊 然後讓他幫你包這樣 就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來了我們的門診 然後呢 他的傷口其實已經不是很大片了 但是就是一直好不了 那每一次來 就每次給他 我們都給他 我們認為最適當的藥膏 那有時候也會去換成敷料 但是他怎麼來都不好 然後呢最後 他有一次他甚至來 他都不給你看傷口 然後呢我們就說 欸為什麼不看傷口呢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給我們看傷口 他就說 都好了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如果都好了 你為什麼要包那麼大包呢 然後呢 他也說不出來 然後呢後來我們堅持 一定要看傷口 然後後來呢打開 哇那整個傷口 都整個都爛掉 然後又都感染得很嚴重 然後甚至流濃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上面 就是有敷了一層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螢光 然後那個顏色的藥膏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就是去了某某間診所這樣子 那診所還滿有名的 滿有名的那個燙傷的診所 然後呢他最後才承認這樣子 我是之前去參加那個鐵人三下嘛 然後到比賽之前的時候 教練需要我們有一些比較強度的訓練 我們是從這個台東的呂宜山 那大概200多街 我們要從就是要第一階 第一次要用走的一階一階上去 然後第二階呢 第二次呢要用兩階兩階上去 第三次呢就用跑的 反正我知道那跑完五次之後 我下來我是腿是整個都軟的 然後那個我們有那個物理治療師 他說給我們吃消炎藥 然後要我們噴那個沙龍趴絲 因為休息 然後休息大概四天 我們下禮拜就可以比賽了 你們一定這個武力增強 絕對可以過得了 可是我呢 我後來我就覺得吃消炎藥 我就覺得吃了那個感覺會傷腎啊 還是什麼我就沒吃 那沙龍趴絲有噴 可是噴的時候晚上都睡不著 那我就 我就我也就是 就是可能起床的時候噴一下 會就是讓它舒緩一下 我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只要翻身 我到身體想要翻面的時候 我就這樣 喔 懷孕了 不是 叫懷孕了 腳整隻痛到不行 就是 你必須醒來 然後慢慢轉 慢慢轉 然後那時候就真的受不了 然後來去問那個 物理師物理師說 叫你吃消炎藥你不吃 可是我覺得消炎藥吃的不是就是 很傷腎 然後 你就跟那個高血藥藥吃的 會有副作用意思一樣 對 他不能反擊吃啊 又不是叫你吃一年 其實你如果即興期不吃那個消炎藥 然後最後導致你的肌肉因為反復的發炎 然後導致它整個都纖維化 那你反而你的 以後的運動功能都會受影響 那你就吃這個東西 醫師說你這樣一次而已 對啊 就叫你吃兩天而已 對啊 病患心急狂催促 大吵大鬧 亂醫院 病人會吵大概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檢查排太久 大家都覺得我自己最急 如果你幫我排到 或是覺得我家屬最急 你剛剛講說這個要明天才能做 他一定會跟你說為什麼今天不能做 為什麼今天不能做 就是因為你沒有這麼急 第二個今天很多人要做 不然為什麼不知道你今天做 一定就是這個原因 對 然後另外一個病人 比較會阿Q的就是 效果的問題 就是我們每次做什麼檢查 就是做什麼治療 給建議病人做什麼治療的時候 只要這個治療有一點侵入性 他們都會要求那個效果叫立竿建議 只要沒有馬上好 他們就會有很多的質疑 覺得你做錯 對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是膽囊整個都爛掉 可是他病人非常胖 一百二十幾公斤 他本身有糖尿病 什麼都有 都是身體很不好的人 我們覺得他開刀的風險實在很大 我們就建議他說 那我們跟你放個引流管 從體外放個引流管放進去 但是我跟你先講清楚說 你這個引流管因為要穿過肝臟 所以還是有些人會出血 而且也不是說 放了這個引流管就一定會好 如果放了這個引流管 你兩天還是沒有好 還是乾燃營動的話 可能還是要冒險進去開刀 我們就跟他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嗎 常常在急診室解釋的時候 聽的那個家屬 跟後來上去那個家屬 可能都是兩回事 對 後來病人就急診室擦完之後 我們解釋完他擦完之後 就上去了 就上去的時候病人血量還是很低 都需要用到強心劑 才會在那邊撐 第二天他的那個 照顧他的家屬就發飆了 他說你們這個醫院真的很奇怪 在計程室建議我們做一個 這麼危險的事情 我們也同意了 我們也同意你們去冒險 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病人現在還是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只要給我一個膠帶 我要求你們寫個切結書說 你們這個醫院要幫我們 第一個他說你們要給我切切結書 要寫兩點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請你們跟我們道歉說 我們在病人是做一個錯誤的處置 他根本就不需要冒這個血去擦這個管子 因為他擦的管子兩天都沒有效 所以這個管子是白擦啦 就是很過分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一些事情我們做完之後 只要病人沒有立竿見影 他們就開始指引你做的每一個動作 後來我們就跟他講 因為這個病人後來在第三天 第四天就慢慢好了 因為他本來敗療真的太厲害 你剛剛說打下去就算有效 就算你所有的治療都有效 他本來就要三四天才會轉回來的 但病人根本聽不下去 病人家屬根本聽不下去 他就覺得說 你騙我做了一個這麼危險的事情 結果病人沒有馬上好 就要求我們寫切結書 當然 各樣的人就想到 這種事情誰會寫啊對不對 你講歸講我們也不會寫啊 對啊 曾經有遇過一個那個老奶奶 躺在病人的老奶奶 他來的時候敗血症休克 那我們幫他做了一些努力之後 稍微穩定住 那那一陣子其實家戶病房太多病人了 所以其實他一直沒有辦法到家戶病房去 那他在急診等了快一天 晚上的時候有一個 一開始都沒看過的家屬也是來了 他來了就問說 為什麼都還在急診室 你們就讓奶奶躺著在那邊打點滴而已 都沒有什麼事都沒做 他就開始打電話 那就故意在我們面前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就不知道他打給誰啦 他就開始講媽媽在急診室啊 狀況很不穩定啊 然後他們都走打點滴 什麼事都沒做這樣子 然後我天下真的 真的就戳到那個點了 我說來 你現在請所有的家屬都到 就叫他把所有的家屬全部叫進來這樣 然後我就把我的電腦系統給他看 其實我們醫師每開一個醫組 其實電腦系統都會有一條議令 就是我們做了什麼事做了什麼事 我就看一兩百條 我幫你媽媽血壓低的時候 幫她做了中心靜脈導管 上熱生壓劑 用了最強效的抗生素 排了電腦的斷層檢查 診斷出他有肝農氧 又拜託放這顆醫師 幫他放了引流管 所以他現在血壓什麼都穩定了這樣子 那 對啊 我們什麼事都沒做 我們是在救你媽媽的命 對 當下說了之後 他其實當下 你媽媽的媽 你真的特別講媽媽 你媽媽的媽 剛剛有口水 對 講完之後 他其實當下 他也就沒有在講話這樣子 像這種事情是很常在發生的 我們這個病人也是這樣子 他在急診室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敗血症 其實我們找不到 找不到他的位置在哪裡 他就莫名其妙就敗血症了 七十幾歲 然後就在底下發高到血壓部 他後來等了四天之後 我們任由病房上來 上來之後兩天就死掉了 敗血症很危險 他而且找不到原因的敗血症 他就很奇怪 然後就我們找不到原因 後來上來兩天就死掉了 他就開始告 他就怎麼寫 他說這家醫院 草天人命 在急診室擺了四天 還有任何治療 等到病情轉嚴重的時候 才讓他上病房 然後最後當然會不治 就是說我們延誤治療 事實上 我們在上面做的事情 跟他在底下急診室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是打最強的抗診室 只差在 他在急診室沒有自己的房間 他上來有自己的床 有自己的房間 對 可是他們都會覺得 在急診室就是沒有治療 患者通常家屬會 語氣不好什麼 大概都是因為他們很急 就是因為家屬 因為看到自己的家人 就是病痛很急 那我們其實可以同理 可是我們還是 非常的不鼓勵 任何不理性的行為 那像其實我們之前就有 我們醫院非常有名的 一個案例就是 他是一個眼科醫師 那這個眼科醫師 他非常的有名 他的診永遠都是一兩百個 所以其實他外面的 後診的那個診間 都非常的熱鬧這樣子 可是每個人都要等很久 可是因為他醫術真的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等他這樣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榮民 他就是來開白內障 給這個醫生開白內障 那開完之後 他就一直覺得說 好像視力沒有恢復得很好 可是有時候真的有時候 有些可能你眼睛的狀況 是有其他的問題在的 所以還是要繼續的回診 那他回診的時候 又要等很久 就有一天 因為我們的辦公室在五樓 然後這個眼科在四樓 就突然天上四樓 就是門正就是999 就是要急救的事情 結果下去我們以為 是患者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不是 是這個眼科醫師 就被這個老榮民 開三刀進去 砍了三刀 砍了那個我們的眼科醫師 就是左肩右肩各一刀 然後右手臂也一刀 然後大家知道說眼科醫師 那個要開刀是非常精細的 其實他有上到肌腱 所以那趕快把他送到急診去 那他已經上到肌腱跟神經了 所以後來好像也是復健了好一段時間 才有辦法再重新開刀 有這麼細的 開眼科是很細的 所以那時候他很害怕 對啊 對他很害怕說萬一他以後不能開刀怎麼辦 遇過一個那個媽媽 抱著小孩 就是眼睛其實是過敏 他就覺得他的小孩眼睛很不舒服 就在外面大早上鬧的時候 趕快請醫生來看我的小孩 那外面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都會減傷分類 那醫生在那裡叫醫生出來 讓他趕快先看我的女兒 那護理師當然會擋一下 結果他說 那我的女兒 如果眼睛瞎到你們要付錢嗎 就開始講一些不理性的話 我在裡面聽到說 那你讓媽媽進來 看我在幹嘛這樣 小孩不要帶進來 是 就我那時候在用一個截肢上的病人 我就捧著大腿怎麼了 就是捧著病人大腿給他看 他講話很討厭 真的討厭 已經截完大腿 麻煩生大腿 什麼事啊 我剛剛截肢不好意思 沒有 瓜哥其實 沒有 他其實那一隻他是假的 他準備好了 這樣以後來吵 他用那一隻就拿出來 對啊 你拿到哪裡誰都怕呢 不是 我們真的不是不理那樣子的病人 在繼續找一個 我們正在為一個有生命危險的病人 做緊急的處置 對啊 我跟魏醫師一樣 我們每天上班 幾乎沒有人不催我們 罵我們 我們知道就是要有同理心 我們也知道大家都很心急 可是有時候真的是太可怕了 比如說像前幾天 我覺得那天就是太多的一級跟二級了 有急性肺梗塞 急性肺水腫 然後呢就有一個家族 不急都不會送來急診室 急的一定會來急診室 急的一定會來急診室 不急的很容易跑急診室 那個急的 我們都會直接從門口推進來 從門口推進來 我就一直在處理那些 我就看到有一個 他是三急 然後他是 他的媽媽是已經中風 本來就握床了 然後昨天晚上他們發現 他好像更沒有力氣 但是今天早上才帶過來急診室 但是他就一直看說 他後面的人一直進來 然後他就開始本來只是插手 站在護理站 然後就開始罵了 怎麼都還沒有看 怎麼都還沒有看 你們要有同理心啊 我媽媽中風啊 怎麼後面的人一直進來 然後他一直太大聲了 我都要跟病人說 欸 伯伯你加油 我不希望幫你插管 你要撐下去 我們現在趕快用藥 我還要很大聲的跟他喊 因為他聽得到那個病人家屬在喊 聽不到我在講話這樣 後來有一個病醫生 他進去倒完便當出來 他就說那我來處理他 他說我現在要來看你了 結果那家屬直接就揮拳了 不能等 不能等 他就罵就是 那如果是你家人咧 如果是你媽媽咧 然後那個醫生就是 他有被那個拳 有被那個警衛擋到這樣子 但是我們真的都嚇到了 對 那我們也是 我們是真的有同理心 但是我們把我們的關懷 跟我們的 先放在心裡 因為我們要處理更急的病人 對 步驟還是一直在往前的 對啊 我覺得觀眾們要懂 你要相信我們的醫療專業 就是 因為你們不是專業醫療人員 所以你們不曉得 現在你們親人發生的狀況 是急或不急 可是我們的減傷的地方 有初步的分裂 我們認為你沒有那麼急 就要相信我們 就是這種事情 當然要處理 但是不需要到馬上 如果你真的需要馬上的話 我們一定全不能 你可以看到你從後 encrypted我們圍了一圈人 你真的很需要 這位就是圍一圈人在救你 對 不過我覺得 在這里也是要跟大家說 因為還是有很多 未來會成為醫師的人在看節目 大家不要看到學長 好像都承受那麽多負面的東西 其實真的在醫院遇到 有100個病人 99個是感謝我們的 你真的會去遇到一些不好 可是我們是 爆裂零容人 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都不允許它 發生這種醫療的暴力 沒錯 所以現在醫療法 24常 106 其實已經有 加州鞋的而且它是一個非告訴乃論 就是司法單位是要主動接入的 不是我們醫生去提告 不是那種不告不理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體會你 你的家人心急的那個想法 但是你千萬不要 揮權對於 對於要正要幫助你的醫護人員 可以用腳的對不對 不要回家 不行 其實每個人都會碰到這種情形 家人生病很急的都會有 像剛剛在講急診就是 怎麼這麼久都沒有輪到他 像我本身在加入病房 最常家屬就是說 怎麼住這麼久都還沒出 出加入病房 對 到底要待幾天 因為我們就是有 我就有碰到一個就是 他媽媽是敗血症 因為他整個腸子爛掉 然後腹膜炎 然後整個就很嚴重 也是菌血症這樣子 然後這一定要抗生素 大量去治療他 這就叫好幾天的治療這樣子 然後他女兒就一直覺得 我們醫師跟護理師 都沒有好好細心照顧他媽 所以他每次一進來 就開始一直大聲講手機 然後一直說 某某議員啊 什麼什麼的 我媽媽現在在哪裡 你要不要來看啊 或者是 或者是拿手機就是會拍我們 他說 你們知道爆料公社嗎 我這樣陪你們拍你們 我現在很多這種吧 對 就一直大吵大鬧這樣子 他就說 我要去找我的男朋友 我過來聽病情解釋 然後他說 我男朋友是道上的兄弟 你們要小心一點這樣子 然後就 會客時間來了 他男朋友就過來 然後男朋友就說 就是那種小混混吃檳榔那一種 然後他說 嘿 來跟我講班什麼事 然後他就低頭 想說你要低頭幹嘛 他就開始捲那個腳上的那個 褲管 你沒有刺青 老實在他只有四腳而已 捲起來 想說 你 他說 嘿 你慢慢講 我先捲 然後就這樣把兩隻腳捲起來 然後我們大家都傻眼 前陣子 我學長在看診也是 他為了要先看 一坐下來就刀子插在桌上 我要先看 他插在桌上 還有旁邊一個男護理師看著 就把刀子拿走 怎麼了嗎 好厲害 太帥了 可是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一個很不聽話的小孩 所以就常會惹出很多的麻煩 因為像之前我就是 那時候我已經二十幾歲了 你剛剛那個還不麻煩 你剛剛那個還不麻煩 真的我就是一個麻煩的人 因為那時候我就去做那個 牙齒的矯正 然後因為我的矯正 滿麻煩的 就是 醫生看完初診之後 我確定要做矯正這件事情之後 醫生就 初步跟我說 他大概要怎麼做 要花多長的時間 怎麼樣治療 排列什麼的 然後說你的嘴巴 可能要拔掉八顆的牙齒 什麼什麼 就講了 就整個都系統的 講完 你給我聽之後 我就想說 四年也太久了吧 我才不要四年 我要把它縮短那個時間 我兩年就要把它帶好 四年還多了 四年我總不能空在那不工作吧 而且我是帶那種一般的那種鋼牙 就是很明顯的那一種 我心裡就想說 醫生可不可以 稍微加快一點那個速度 就是 可能兩個禮拜拉一次線 我們就是一個禮拜把它拉好 就是每個禮拜拉很緊這樣 然後醫生就是因為破雨 我一直這樣強迫它 強迫它 他就是每個禮拜讓我回診 然後去拉那個線 就是兩年能完成的事 你想一年就完成這樣 對 然後他就說那個牙齒 他跟我想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仔細聽喔 拔牙 你一次就是拔一顆 然後你就選好一邊 一邊復原了之後 你再去拔另外一邊對稱了 我就說 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不能兩顆一起拔 我說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我說兩顆拔又不會怎麼樣 他說不行 因為你一邊有傷口 你可能另外一邊要吃東西 那你癒合了 你才可以拔另外一邊 才能再用這邊吃 不然他怕那個傷口不會好 會一直感染 或被燙到那個血液循環太快什麼 他就跟我解釋 我都不聽 然後因為那個 他初期幫我拔掉 4到6顆我忘記 就在醫院裡面拔 然後做矯正嘛 可是最後兩顆 他就說 因為你每次如果回來不矯正 就是不調那個線 你只回來拔牙 大醫院那個掛號費 就要好幾百塊 他說那你不如聰明一點 你去小診所拔 只要花150 你幹嘛浪費那個錢 我想說哇 醫生人也太好了吧 還幫我省錢 我想說好 那我自己去外面的診所拔 他說記得 下個禮拜回來 你只能拔一顆 你要分開拔 我說好 我知道 我就讓他囉嗦這樣 我就去小診所 我想說小診所 醫生不一樣 他怎麼會知道我要拔幾顆 我就兩顆給他一起拔 然後你知道拔了以後 就出事了 因為 就像醫生剛剛講的 我沒有辦法吃東西 但我不可能不吃 我還是得吃啊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 用我習慣的 可能這一邊 一直吃東西吃吃吃 一直吃到大概 快一個禮拜 我發現不對勁 因為我這邊就開始腫 這邊就腫 然後就開始燙 然後就開始我就發燒 然後人就開始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又回到大醫院去掛門診 然後那時候在等門診 可能還有二三十個人 因為我們是突然掛的嘛 我們就要後診 然後我媽媽在旁邊帶我去 她已經看到我不對勁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沒有辦法做 我也沒有辦法站 然後我就一直倒汗 然後整個臉都白 嘴唇也慘白 然後就一直發燒 然後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然後整個趴在那個後診設椅子上 然後一下蹲一下 就完全已經沒有辦法控制 我媽媽就一直去敲門 吵說拜託妳們 可不可以讓她先看 她快不行了 就是在那個門診一直吵 我就說算了就等吧 然後我媽因為太心急 就是我已經快不行了 就說殊不知我真的不行 然後昏倒的時候 我媽就好像又進去講說 我女兒已經昏倒不行 妳們可不可以趕快看她 到底怎麼了這樣 就進去她就說 我整個傷口都化濃 因為她就拿那個針直接插進去嘛 然後抽出來都是濃 她就說 而且她用濃就算 她說妳不信喔 她也用那個拳頭 因為那個拔牙有傷口嘛 我是開刀拔 然後她就這樣推 然後那個濃就從那個傷口 一直這樣昏出來 這樣昏出來 她說都是濃 最後 炒完的結果就是 我住院了快一個月 妳跟她剛剛講 妳把她也不擦個鼓勵公冠 我說真的 我住院那一個月 我住院那一個月 她把我嘴鎖起來 她說妳不准動 妳就只能吃流脂的 基本上在我們的 家戶病房啊 其實有很多病人 她之前就是 因為像抽菸啊 喝酒 嚼檳榔 這些都是造成口腔癌的 一些 Risk Factor 我們說危險因子 那很多病人她都有酒瘍 那她住院的時候 當然醫生不會去 去餵她喝酒嘛 但是這些有酒瘍的病人 她其實她長期來 可能每天都這樣 一瓶兩瓶高粱啊 這樣子喝 所以她住院了之後 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就會出現 嚴重的酒精階段症狀 那像這樣子的酒精階段症狀 會造成一些 譬如說自律神經系統的問題 她可能會到冷汗 她會意識不清啊 然後嚴重一點 可能也會造成死亡 那大概有百分 嚴重的話 還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 所以是一個 相當嚴重的一個疾病 那我們有病人 就是因為她這個酒精階段症狀 然後她整個人都灰了 然後她也抗拒醫師做治療 那我們有護理師很好心 就去幫她做治療 這樣子 因為她該要接受的治療 她還是要換藥啊 她還是要抽痰啊 然後最後是因為一個就是抽痰的刺激 然後她覺得太疼痛了 她就直接就是 就是故意揮拳去打那個護理師 其實她那個時候她雖然意識是有一點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她還是就是有 她還是有時候還是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溝通 但是她那個時候就是故意去揮拳打護理師 然後把護理師的門牙都打掉了 然後打掉之後 護理師當場就是血流不止啊 當然很生氣啊 因為這樣子的暴力也是沒有辦法容忍的 然後最後護理師有對她提告 那當然是勝訴 那這個病人她被提告 然後又敗訴之後就很生氣 她就反過來告醫師 她說就是因為醫師沒有好好治療 所以我才有這樣子的酒精階段症狀 才導致我發瘋了 去揮拳打那個護理師 然後最後她反過來告醫師 最後判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病例上面都有特別的記載說 其實當初像我們也有想要匯診精神科啊 也想要給她一些就是治療的藥物 但是其實她有拒絕這樣子 所以最後她當然是沒有勝訴 之前也有病人因為就是她燙傷 然後傷口太疼痛了 然後呢就因為護理師在換藥的時候 必須要幫她做輕創的動作 然後就故意也是一樣 揮拳就是打 然後就是護理師也是一樣 就是雖然強忍的疼痛 但是還是必須要就是執行 他們每天的業務這樣 可憐喔 那我有一個家長 她是小一的同學 兒子 有過動的傾向 也有自傷跟攻擊行為 那她就是媽媽排除家裡 所有的重義來這邊治療 然後其實孩子有在進步 可是因為家裡的人就覺得 為什麼要去醫院很丟臉耶 只要順著小孩就好啦 我們這樣子讓她 情緒安穩 她就不會去傷害別人了嘛 所以就是不搭配我們的 回去的一些教導 對 結果呢 她的孩子有一天就在學校打傷了 其他小孩 差一點失明 所以這個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爸爸就架著媽媽來質問我們說 為什麼他們已經 那麼丟臉的 排除就是所有人一樣的眼光 來到醫院做治療 我們還把小孩交成這樣 叫我們一定要 要負這個責任 對 那我們因為就是還是得好好的解釋啊 因為就是 這真的是需要很長久的溝通 不過這多半都不會 就是沒有比例沒有那麼高啦 多半大家都是很配合的 只有一些少數是這樣子 但是出現這個問題我們也很難過 有時候就像醫師這樣講 他不是不救你家人 他一定要不救活一個人是他的成就感嘛 對不對 減輕你的痛苦是他們的職責嘛 對 可是問題有時候就是人也少啊 醫護人員也少 病床也少 護理人員也少 所以他們按照您的病的等值 嚴重的程度 有時候還沒看到 希望大家多耐心等待 還好有這個節目 都和大家互相溝通 也可能了解醫護人員的立場 跟他的難處 看病時也多一點耐心 提亮醫護人員的辛苦 共同建立良好的和諧關係 謝謝大家 全民妨礙的時代 大家都知道要多吃蔬菜 但你知道嗎 蔬菜也是有分熱量高低的喔 有分患困擾的民眾不妨多吃蔬菜 每100克的蔬菜 只有17大卡的熱量 算是熱量非常低的蔬菜 另外 蔬菜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特質就是利尿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消除水腫 另外他的甲離子含量也高 所以可以理論上可以幫助我們穩定血壓 高血壓的患者不妨多多使用 另外 上身臟病的患者都要減少使用 免得發生高血甲的風險喔 生活中處處是危機 一個不小心就會產生傷口 遇到傷口的時候切莫驚慌遵循五個步驟 加壓 除污 清潔 塗抹 覆蓋 先將紗布在傷口上加壓止血 接著用大量的清水沖洗傷口 再來用生理實驗水 依同心輪的方式由內向外做二次清潔 接著用無菌棉脂沾藥膏 塗抹在傷口處 最後再將紗布覆蓋 傷口的護理就完成囉 切記請勿將傷口直接曝露於空隙中 這樣不僅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也會造成傷口愈合延遲 將傷口保持濕潤 清潔 才是傷口愈合的最佳良方唷 任何用作為余動 無菌棉 都被把余動 用作為余動 按張作為余動